管理风险实现长期财富增长 鲨鱼工作室带您看懂美国经济动向 大家好 今天是6月21日周五 受到芯片股回调的拖累标准波尔500指数 似乎将以平静的基调结束本周的交易 标准波尔500指数在本周创下了两次收盘记录 该指数本周仍有望保持上涨 根据标准波尔的两项调查发现 美国经济在6月份以两年来最快的速度扩张 标普美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上个月的54.8 攀升至6月份的26个月高点55.1 与此同时 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5月的51.3 升至6月的51.7 而预期则是将至51 这些调查是每个月反映美国经济表现的首批指标 作为未来销售迹象的新订单在5月份略有增长 就业水平也在3个月内首次上升 标普的另一个调查发现 企业的提价速度降至4年来的最低水平 与此同时 商界领袖的乐观情绪也日益增强 美联储观察数据显示 货币市场仍在消化美联储9月份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58% 预计今年将有两次左右的降息 但是 随着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迹象 美联储可能会在7月份降息 以防止经济衰退 虽然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 FedWash工具 市场目前只反映出7月份降息的可能性仅为10% 市场可能认为降息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 随着经济开始出现衰退的裂痕 美联储可能会在7月份首次降息 疲软的劳动力和住房市场数据 是人们对金融状况紧张的首要担忧 Global Data的经济学家斯蒂文·布里茨 在周四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下个月降息的可能性为60% 目前 大多数的市场参与者预计 首次降息将在9月或者11月进行 但是 根据斯蒂文·布里茨的说法 美联储有可能在7月份降息 以防止迫在眉睫的衰退 因为最近的数据显示出经济疲软的迹象 由于鲍威尔曾多次重申了他的立场 即美联储将在利率决策中依赖数据 因此 迫在眉睫的降息并非不可能 布里茨说 最近的广泛数据表明 如果6月份的就业人数看起来更像4月 而不是5月和6月的数据 那FOMC将在7月的沟通中释放鸽派信号 美国经济在4月份增加了17.5万个就业岗位 远低于分析师的预期 在这一疲软之后 5月份的就业报告强于预期 但最近的事业救济数据给劳动力市场蒙上了另一层阴影 此外 最近的住房数据显示建筑活动显著放缓 5月份住房开工放缓 特别是单户住房开工放缓 库存不断增加 交易量明显下降 处于衰退水平 房屋建筑商的疲弱情绪 也缓和了人们对房屋建设活动即将赶上的预期 布里茨说 代售房屋供应的增加加上情绪的下降 表明下半年新房建设将疲软 这一切都应该引起美联储的担忧 美联储有可能在太长时间内保持金融环境过紧 最终引发衰退 在尼尔·卡什卡里等几位鹰派美联储主席最近评论称 美联储可能要到12月才会降息后 这种风险似乎越来越明显 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尼尔·卡什卡里周四表示 预测美国经济走势具有挑战性 目前常用的利率前景工具点阵图 无法全面反映官员们的想法和不确定性 卡什卡里认为 可能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才能让通胀回到2%的目标 但由于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 政策制定者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 这些不确定性未能体现在点阵途中 卡什卡里强调目前很难准确地预测美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以及美联储何时会降息 他指出利率的未来走向将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 如果通胀持续 美联储可能会长时间维持较高利率 如果通胀下降 利率将会更快正常化 卡什卡里认为美联储在12月之前不太可能降息 他强调美联储需要更多的通胀和经济数据来做出决策 只有在通胀降至足够低的水平时 抵押贷款利率才能回到正常水平 降息过早可能推高房价 反而不利于提高住房负担能力 李施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托马斯巴金表示 尽管美国当前的利率水平足以减缓通胀 但全面影响尚未显现 需要时间才能对实体经济产生效果 巴金指出 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强劲 经济增长良好 巴金提到 经济和政策前景可以从四种观点看待 乐观主义者认为 经济坚韧和通胀下降会实现软着陆 需求悲观主义者担心加息的持后影响 通胀悲观主义者担心结构性通胀因素 美联储悲观主义者担心政策失误 他乐观地认为 目前的限制性利率水平将有助于降低需求 使通胀回到目标 但这个过程可能比过去更长 尽管看到一些通胀放缓的迹象 但他认为住房和服务类别的通胀具有粘性 很难回到2% 在考虑降息前 巴金需要更多的通胀放缓数据 并希望这种放缓扩展到更多的类别 波士顿联储总裁苏珊·克林表示 美联储需要保持耐心等到合适时机降息 可能在今年稍晚进行一到两次的降息 他强调经济数据的不稳定性 使得预测变得困难 在访问中 他提到对通胀和高利率的担忧 但也看到了一些企业的强劲需求 和劳动力市场的改善 克林对美联储的行动持现实的乐观主义 相信能在保持健康劳动力市场的同时降低通胀 那以上就是三位的鹰派美联储官员本周的言论 斯蒂文·布里茨说 没有什么比目前的FOMC发言人 宣布美联储何时开始后退更荒谬的了 数据将告诉他们美联储何时降息 而不是相反 他们对数据的洞察力并不比我们其他人更好 那最近的数据显示 住房和劳动力市场正在出现裂缝 这意味着降息将比大多数人预期的更早发生 他说 我认为60比40的人支持7月份的宽松 另外 萨姆规则衰退指标的创建者 经济学家克迪亚·萨姆表示 美联储目前不降息是在玩火 根据萨姆规则 当三个月的平均失业率比12个月低点高出0.5个百分点时 经济就会陷入衰退 尽管近期失业率上升 但美联储并未显著改变降息预期 从3月份的三次降息预期减少到一次 萨姆警告 如果美联储不逐步降息 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 迫使采取更激进的行动 当前失业率已经接近萨姆规则的出发点 而历史上每次衰退前 这一指标都会亮起警示信号 萨姆认为 美联储对当前劳动力市场的评估过于乐观 忽视了潜在的危险信号 他强调 等待就业市场进一步恶化是危险的 因为一旦失业率上升 消费减少将导致更多失业 尽管通胀已从高位回落 美联储仍对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反应迟缓 萨姆指出 美联储应更注重平衡通胀和失业的风险 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经济衰退 最后就是历史的教训 美联储6月12日决定不降息 尽管通胀再下降 历史表明 决策者提高借贷成本可能导致经济衰退 而不是解决通胀问题 过去的多次紧缩政策 如19世纪30年代 70年代和80年代 以及大萧条时期 均对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 特别是对依赖信贷的普通人 美联储当前的政策忽视了历史教训 低利率和政府支出 实际上是对大众和国家更有利 历史上的信贷政策 如汉米尔顿创建的 美国第一家银行和南北战争期间的 纸币发行促进了经济发展 然而通缩主义政策 如杰克逊总统的金本位政策 和19世纪末的紧缩政策 导致了经济衰退和困境 大萧条期间 美联储的紧缩政策进一步加剧了通缩 导致经济恶化 罗斯福总统最终通过公共工程和就业项目 推动经济复苏 二战期间的高政府支出也证明了 支出对经济现代化和中产阶级增长的积极作用 历史提醒我们 提高借贷成本增加了衰退风险 尤其是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和技术驱动的经济环境下 美联储应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调整政策以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 那总而言之 目前美联储在抗击通胀的最后阶段仍面临挑战 更广泛的经济对高利率的反应较慢 这是因为许多人和企业在低利率时期锁定了长期债务 使得当前的高利率影响延迟显现 这种锁定导致高利率的痛苦扩散时间更长 而不是立刻影响经济 那此外 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低利率贷款长期存在 市场的流动性和反应速度减慢 使得美联储需要更长时间 才能看到高利率对通胀的全面影响 那通胀的最后一英里之所以困难 是因为住房通胀等关键领域的降温速度较慢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租金增长正在放缓 这可能最终帮助美联储实现目标 同时也希望美联储能挑出对的选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更详细的市场分析和投资策略 请关注我们每周五会员视频的更新 感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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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